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麼叫有錢任性 有請潘娜汪曉飛為你各位示範 今天非常感謝記者朋友的到來 關於我們的床墊處理一室 那因為廢區的床墊是屬於大型垃圾 飯店沒有辦法使用 對那也沒有辦法燒毀 所以我們有請專業的回收廠商 來針對床墊的部分做回收做燒毀 除了需要可以用嗎 有的我們有請回收廠商 我們有支付費用給廠商的 大方要多少 一萬五 一萬五 對對對 處理這個床墊 這次老闆只是要你們這麼做的嗎 不是因為我們飯店用不到這個床墊 這算廢棄物嘛 對所以我們就一併把它處理掉 請示過老闆嗎 沒關係飯店這邊是處理的 你總有想說這些買家可能會有興趣嗎 可能不需要 對 因為這是我們飯店的廢棄物嘛 所以就直接拋棄掉就好了 正當眾人傻眼 932萬元就這樣 Sayonara時 一瓶的鏡頭卻發現 這不是海斯騰 而是市價約10萬台幣的 英國品牌希莉絲 什麼 932萬元的床墊 究竟淪落何方咧 麻煩柯南尼組長福爾摩斯 統統都給我去辦案 不過潘娜曉飛祈禱想把床墊給燒了 海斯騰維博爾卻笑了出來 告訴你這是一張點不然的床 因為這張床表面面料 有經過天然阻燃的鹽水浸泡 內部還有極高密度填充和穿刺技術 穩定編織了所有天然材料 缺少燃燒空間 哇賽 這麼棒的床墊 果然是居家旅行 必備良方